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名字是Helen 我的儿子的名字是杨安 他目前在圣安德斯学的是 Foundation的Science科学Foundation 我感觉圣安德斯科学的老师们 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也是非常有经验的 首先他们从教学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他们的教学抓的还是蛮紧的 然后第二个是学生们都可以得到各个方面的支持 如果他们感觉在课程上有困难的情况下 第三个我就是觉得在圣安德斯的话 我觉得家长们也可以很及时的得到各种信息 和沟通学校的有关学业的课业的 各方面的支持吧 从我儿子的经验来看的话 因为圣安德斯的这个Boding的住宿都选择在市中心 建桥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那么首先孩子们会 我的儿子会感到很安全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的Boding 屋子不大但是非常舒适 有学生们必须要的这个床 书桌和衣柜 那么也有独立的卫生间 所以还是非常舒适的 第三个呢就是距离 住处距离学校也非常近 就我儿子的经验来看的话 他每天十分钟就可以从Boding赶到学校 所以他总体上来说 在Boding待的还是非常非常愉快的 课余时间的话 因为我们家儿子是比较喜欢生物啊 动植物这些东西 这些是他有兴趣的 那么他建桥植物园距离学校非常近 就是这个一墙之隔这样子 所以我的儿子有时间的话 会跟同学一起去建桥植物园 去看各种各样的植物 同时呢因为在建桥 也有很多博物馆可以选择 那么这些博物馆呢 有些很多都是免费的 所以课余时间他也会去博物馆 去看一看他喜欢的那些动植物标本 我觉得建桥这个地方 还是非常适合学生的 这个申请大学的这个process 申请大学的这个过程 基本上都是在学校的支持 因为学校有专门的这种 career指导的老师 所以那个在一月份 一月底之前 那么Yoka是申请的时候 我是是在他的那个老师 学校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那么目前呢 还是已经得到了几个offer 有约克的University of York University of Auster University of Hotters 等等吧 所以目前呢 就是等待他整个的考试结束 能够把这些conditioned offer 转换成unconed offer 那么最后的话 希望孩子的目标 就能够实现吧 我想啊 很多人都看过 剑桥的一些照片和介绍 可能也不用我介绍太多 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文化的中心 应该说 因为剑桥大学这个学校也都是 主要也都是这个 剑桥大学的各个学院分散在这儿 这个城市很漂亮 首先说 第二个呢 我也感觉这个城市 非常有文化氛围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因为剑桥也都是数百年的 跟牛精一样齐名的这种学校 第三个呢 我也感觉就是 孩子们在这儿 可以受到这种很好的 良好的学院氛围的影响 这同时呢 也是一种额外的加分享 对于盛安祖师来说 觉得首先 可能这个地区 一定要是非常安全的 第二个的话 我觉得这个学校的话 就是在学术上 在各个 各个boding的住宿 因为生活也很重要 那么有足够的这种支持 或者是说管理能力 能够照顾学生 那么我觉得盛安祖师做的比较好的 就是因为他的师生比吧 应该说 老师还是蛮多的学生 那么得到的这种支持和照顾 就相对比较高 另外一个呢 他也是比较个性化的 比较适合一些 可能自己沿着自己的成长轨迹 去走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 总体上来看的话 剑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那么 孙安祖师也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吧 孙安祖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